好 刚刚的第一部分呢 我们讲了听力 那希望同学们有抓到训练听力的一些小技巧咯 那现在呢 第二部分我们要来谈的是单体 也就是阅读部分的第一大体 单体的部分 那单体要怎么拆解呢 首先第一个呢 老师还是建议同学们要背到2000字 不要只背1200字 那多背个800字呢 会有助于你阅读起来更加的流畅 那当然现在只剩一个月 你可能觉得你真的没有办法背到那么多的单字 那也没有关系 那就是熟读那1200字把它背熟 那单字的部分呢 就是要注意 基本上会考的单选题呢 它没有一句话会是废话 所以真的会没有一个字会是写在那边没有作用的 所以会希望同学们好好的把每一题读完 去从上下文来判读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这是单题的单字的部分 那再来呢就是单题里面的文法的部分 那文法呢相信是很多同学觉得比较棘手的 那有一些文法呢老师会觉得同学们尽量让它图像化 你会更加的好理解 或者呢用一些顺口溜把一些特殊的动词把它背起来 那这样同学们背起来 寄送起来都会比较快速一点 那再来呢就是也有文法题也有关键字的一些小技巧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拆解吧 首先第一个单字的部分 老师会希望同学们虽然把单字熟背了 但是不要死背 因为英文一个单字其实常常会有很多意思 很多同学很害怕一字多译这件事情 那就是老师刚刚提醒同学们的 你要记得把整句话看完去判断 这个字呢在这一段话 在这一句话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 而不是硬要把你知道的意思套进去 拿大家都非常熟悉的book这个字来说好了 如果是上面这一句话 粉红色的这一句呢 它说I took a book with me to read on the plan 那在这边当然很明显的就是 哦它要to read嘛 所以它是要读书 所以这边的book是书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 但下面这一句话它说的是 Send booked a seat on the evening flight to Korea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第一你看到它加ed 所以它不可能是名词了 所以呢它应该就会是别的意思 那别的意思你就要从后面的文章去推测 哦它是说在傍晚的飞机 飞往韩国的飞机上 它要一个座位 所以这边的book的意思呢 就会是预定的意思 所以它就会是send booked a seat 所以就它预定了一个飞机的座位 要飞去韩国了 所以这时候呢 如果你不知道book有预定的意思 你就必须要把这整句话看完之后 去做一个猜测 就是还有个座位 是可以坐在飞机里面飞到韩国去的 所以当同学们看到一字多一的时候 不要害怕 就是记着把句子看完 然后用前后文来判断 这个字呢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什么意思 好这是单题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单题里面的文法 那老师会建议同学 就是我刚刚说的图像化 那时代呢 基本上是年年考 像112年时代题 考了高达4题 23题里面它就考了4题 其实每一年的单题呢 21到23题里面 并不会考非常多的文法 大概都一半一半 一半的单字 一半的文法 那文法题可能同学们比较害怕 但是呢 如果有一些时代的部分呢 可以掌握住的话 其实文法题就几乎掌握了 至少三分之一 甚至于到二分之一的题目 所以时代的部分呢 老师建议同学们 好好地把它搞懂 那脑中呢 最好要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条线 去判读这件事情 到底发生在 这一条线里面的哪一个时段 这样可以有助于同学去判断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时代 才是正确的哦 那我们就直接用题目来看 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首先单字的部分上下文艺 这是去年第18题 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句子呢 其实它的关键字 刚刚老师也有提到 单题也是有关键字的 它的关键字呢 就会在所谓的连接词 转折的部分 所以同学们只要看到连接词 都要特别的小心 像这一句话呢 end就会很重要 因为end是告诉你 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 这两句话呢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立场上 是没有相反的 所以你就会再回头去看 你就会看到他说 business at James' shop has not been good these days end 所以后面这句话 应该要跟前面这句话 是相等的 至少立场是不至于到相反的 所以第一句话已经告诉你not good 所以后面这句话 当然就要选的也会是不好的 因为这样我才会用end 所以转折词连接词 在英文的句子里面 其实相当的重要的 所以答案worth就会出来了 因为前面就not good 然后我用end 所以后面应该要选一个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状态的字 这是第十八题 接着我们看第二十题 特殊动词或不定代名词 或代名词 基本上也是会考年年都考的 尤其是代名词 所以同学 如果你的another the other others 这一类的字还搞不太清楚的话 也是花一点时间去弄捅它 特殊动词在国中阶段 大概只有学到三十个左右 所以一千两百字当中 只有三十个字左右的用法 是比较特殊的 那老师也是建议同学们 就好好的把它记熟记清楚 那一旦考出来了 那个分数就是非常容易拿得到的 只要你有熟记 那一样这一句话 还是一样我们先来看连接词 所以你就看到了before 所以这时候你脑中的那一条 timeline的线就要出来 你就要去思考 到底是when to this high school 比较早发生 还是swimming 还是practice swimming for several days 这一件事情比较早发生 因为我中间有个before 所以到底是去高中 比较早发生 还是游泳比较早发生 你搞懂了before这个字 脑中有那条线出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是 进入高中之前 他就在练习游泳了 所以游泳是比较早发生的 所以进入高中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游泳当然也会是过去式 所以这一题答案很明确的 就会是practice 所以当你注意到连接词 你注意到了脑中有那一条timeline 其实答案呢 就不会那么的困难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 下个部分呢 就会是阅读的部分 阅读的部分 其实老师会发现 同学们其实都很厉害 大家在阅读的部分 并不会错太多 因为其实你只要好好的 有耐心把它读完 基本上阅读题呢 都不至于到太困难 要能够读懂一篇文章 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还是要提醒同学 要注意的是速度 然后呢 文章呢 也需要稍微解构一下 然后要注意一下文体 就是国文课都有教你们继续文啊 或者议论文啊 论说文 说明文等等 在英文上 其实也是可以用得到的 它也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吧 首先呢 那先让大家知道 阅读其实看起来 考很多各式各样的观念 又要归纳整理 又要提取讯息 然后又要推论举证 又又看起来很复杂 可是事实上 它只考你三大概念 一个就是阻止 一个就是细节 再来就是推论 所以考来考去 就考三个 阻止 细节 跟推论 那老师会建议同学呢 你们就把会考 在练习写考古题的时候 把会考都怎么问问题的 看清楚 熟悉它 只要你熟悉了会考 都怎么问问题 然后搞懂了 只要是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就要问你这样子的观念 那你就不会那么的紧张 你就不会觉得 好像每一题 好像都不知道 它在问你什么 你就会非常的焦虑 所以你只要熟悉 它都是怎么问的 你的焦虑感 或者是害怕的感觉 就会降低了 那你就会知道 哦 原来这一题在问主旨 哦 原来这一题在问细节 这一题在问推论 所以如果是问主旨 我一定要整篇文章 去抓最大的 它要讲的一个概念 所以通常第一句话 最后一句话 可能就会非常的重要 那它如果考的是细节 那就表示 我一定要回去这篇文章 去找里面琐碎的一些资讯 把它抓出来 如果是推论 那你就要去找到证据 如果我今天觉得答案是这个 那证据是什么呢 所以当你知道考题 在考你什么的时候 你就会抓到诀窍了 好 譬如说 这里就是112的会考 112年会考 它的主旨题呢 33 36 39 这三题都在问主旨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主旨常常都会出现 talk about talk about 或mostly about 就是会问你说 它到底都在问些什么呢 都会是这样子的句型 好 所以你可以看 像39题有没有 What is the reading mostly about 这篇文章到底最多的部分 都在谈论些什么呢 所以它就是要你归纳整理 去抓出文章里面的一些重要讯息 然后你就会抓出它的主旨了 这就是第39题 那再来就是细节 细节的问法 可能就稍微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 which 常常都会出现which 因为which是有选择的 所以代表你必须有三四个选项 你从文章当中 可能有三四个东西 都要去挑选出来 所以如果是细节题 你常常会看到的都是 which is the wrong way 或which is true about 或者是what can we learn about 或者which is true about 有没有同学 有没有看到都是 true or false 或wrong 都是这种类型的问法 所以当同学们你知道 你看到这样子的问句 就在问你细节的时候 你就要回过头去 好好的把文本里面的小地方 都仔细的看完 譬如说像这一篇 它一点都不困难 可是你就要一个一个的去对照 去找到它里面的线索 去找到时间 去找到日期 然后它各自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要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对应 答案就会出来了 所以其实只要文转图 文章然后变成一张图 或者是图转文 这种其实都在考你细节 所以你不妨呢 用2B铅笔小小的做一下记号 去帮助你做整理 这个是细节题 最后呢就是问推论 推论呢其实如果是问trick 问单字这种题型 同学们都很熟悉了 但如果问的是why 或者问的是might 或者是同学们非常常看到的 is most likely 最有可能的是什么 这种几乎都是在问推论 所以后面两题呢 是111的会考考出来的问句 那前面呢是122会考的 所以推论题大概你会发现 诶问来问去也差不多 都是用这样子的句子来问 所以我们一样来看题目 像122会考的36题 它说what idea does Jesse 这个姓是有点困难 老师也不太会念 talk about in the reading 所以就这个人呢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他主要呢要谈论的是什么 那你可能会说老师 你刚刚不是说talk about是主旨吗 但如果今天在讨论的是作者的目的 作者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想要透过这个postal或这个report 想要告诉你什么 那他通常都多少少 有一点在推写这篇文章的想法 意图是什么 所以他会有些许的推论 所以你可以说他两种概念都是存在的 然后再来我们看38题 这是122去年呢 考导大家的一题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关键字 就是在这里 nidea 所以他问的是想法 所以你必须去推论 去找到证据 在文章当中到底作者说了些什么 而那个说词是他个人的想法 是没有任何的 比如说学理的依据啊 或者专家学者啊 给他做一些支持 所以你必须在文章当中 看得懂这是作者自己个人的想法跟意见 这样子的话这一题的答案才会出来 所以他是一个对关于作者的论点的推论的题目 所以相对之下就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 好所以呢再来一题好了 那trick这种题目呢 就是同学们最熟悉的了 就是从文本当中看到一个字 然后去猜测这个字呢 在这个文本里面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或他指的是上面提到过的什么事情 那通常如果指的是上面提到过的一些事情 我们叫指涉 就代表他指的是上面之前曾经提过的一些事情 那到底是哪一件事呢 所以这个时候同学们就要去找线索 那线索通常都会在前后的文章 前后的句子当中你是可以找得到的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题呢也是一样 还要同学去猜猜看 去推推看这边的trick指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trick 什么样子的技巧 让这个mosquito有时候 当蚊子呢在雨中呢是可以去使用 让他自己活下来的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推论 好最后呢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同学们听了很多的资讯之后 可能觉得脑袋快爆炸了 学了好多的东西 要注意好多好多的事情 这时候同学们就要冷静下来 然后闭上眼睛稍微仔细回想一下 你刚刚到底看到了听到了 学到了哪些的策略跟技巧 然后自己呢写简单的笔记 把它记下来 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你真正学会这些策略跟技巧 你才有办法真正的把它应用在你的市场上 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成绩 好所以你刚刚回想的一分钟的重点呢 有没有老师现在这上面写出来的这几件事呢 好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同学们要记得可以反复或者是影片可以按暂停 随时再去学一下 看一下想一下 好所以会考的英文 很重要的几个strategy 或者所谓的tips 一些小技巧就是记得关键字在英文里面真的是很重要 要会找到关键字 在阅读里面可能就会是转折词很重要 连接词很重要 那在听力里面呢 就是去找到相同的概念 相同的点 然后去猜测他可能会在聊些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他才有办法考你 然后再来呢就读完一篇文章之后呢 最好平常在训练自己的时候 就是读完一篇文章之后 自己简单的简述一下 稍微的去描述一下 刚刚那篇文章的关键字有哪些 那我可不可以用这些关键字 去说清楚这一篇一整篇文章的main idea是什么 到底这个作者主要是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用自己的话再去讲一遍 中文英文其实都ok 但是一定要练习 用自己的话讲一次 那更好的状态就是 每一段的main idea都去想一下 如果今天这篇文章有三段 那请问第一段main idea是什么 第二段main idea是什么 最后一段的main idea又是什么 因为会考有时候现在也会这样考哦 不见得会是考整篇文章的main idea 他也会考一段一段的main idea 所以这样子的能力呢也是你平常在看一些阅读文本的时候要去培养起来的 然后再来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是所谓的论说文或议论文 议论文特色呢就是它应该是有正反相成不同的意见 这时候你如果要说A是什么样子的意见 说明文一般来讲都只是介绍你一个心知啊 告诉你一件事情啊 那这一类文章呢就比较容易考一些细节 所以你就是好好的把它读完 那如果是继续文的话 那当然很容易考实态 考在课漏字里面考实态 或者就是告诉你一个故事 那如果是告诉你一个故事呢 基本上时间点就会变得很重要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或者是脑袋里面画一个timeline 什么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搞懂 所以其实每一种文体 他要注意的东西会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同学们可以注意的 好那错误想原因的意思就是 只当同学们最近在练习题目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不要去死背答案 就是题目出出来了 你可能觉得哦你答错了答案正确答案是A 但是你选的是B 这时候呢你并不是急着告诉自己说 哦对答案是A 所以我要把A这个答案呢记起来 我把这一题再稍微记一下 嗯基本上你应该去思考的是 B为什么错呢 B错在哪里 C为什么错呢 C又错在哪里 D又怎么错呢 错在哪里 唯有你非常清楚知道三另外三个题目 三个选项错在哪里 才表示今天同样的考点 我一样在考你这个观念 但我换个方式考 你还是可以答对的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观念到底哪里没有学好 没有学清楚 这样子你以后遇到相同考点的东西 你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一直犯相同的错误 尤其是在判读时态这件事情 同学们一定要想清楚其他的时态为什么不对 平常自己练习的时候要这样子的去训练自己 然后最后一个是讨论可以学更好 我想这个部分跟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相关的 大脑很喜欢呢跟别人讨论 跟别人讨论事情之后 它会经过一些刺激 有一些你本来想不通的东西就会想通了 所以有些东西呢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你想不懂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时候呢是可以问问同学问问老师的 透过讨论的方式呢 你就会发现你突然豁然开朗突然一切都通了 好那最后呢就是老师之前呢有拍过一些相关的影片 那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两个影片呢有点太短 因为我只是讲一些大的概念 希望同学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些大的技巧策略 用在每一届的试题上面慢慢的去练习 题目再经不再多 所以你每一题都好好的练习好好的想 其实会比你一直写题目一直写题目 然后大脑都没有在思考效果会更好 所以尽量好好的去写每一份考古题 然后好好的去做思考 那如果有一些观念一些点呢 你希望可以听得更多更仔细 那同学们就可以扫这个QR Code去看这些影片 那里面有个针对主旨啊细节啊推论啊或单题啊 或者是文法啊到底要怎么去做练习 会有更仔细一点的说明 那下面这个比较大QR Code就是专门只讲时态的 所以如果同学你真的觉得你的时态老师搞不清楚 那或许可以试试看看这个看一下这个时态影片 希望可以帮助你对于时态的观念可以澄清的更加的清楚 然后最后呢就是祝福大家达成梦想 然后可以达到会考你最想要英文最想要的成绩 希望大家可以一切顺利哦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